美国时事通,我是罗文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五 这两天国际局势非常大的动荡 一个是英国的首相强身总理被迫辞职 不到一天之内 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又遭到暗杀 真的是让人感觉到事事无常 所以很多人就说 这是保守派的力量的一个重大的损失 对于英国来讲 我看到一些前托的领袖 强硬的保守派就说 Johnson首相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保守派 其实他是一个自由派 那不管他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 我觉得他是有功有过的 他也尽了他的努力的 我觉得他是一个摇摆票 是非常摇摆的 所以他的执政就既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的不满 那也引起了自由派的攻击 最终失去了他的党派的多数席业 同时被两次逼供 最后民意一将再将不得不请辞 那强生首相辞职不久 紧接着日本的周五 安倍晋三被刺杀的事件 因为日本7月10号举行参议员的选举嘛 所以各地的政坛老将都在为他们本党人在拉票 安倍晋三作为超级助选员 也马不停蹄地跑遍了日本 那大家都知道安倍晋三两度作为日本的首相 而且他是出生于政坛世家 据很多媒体的报道是 他是30年以来日本政坛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 所以他的这个助选的话 无疑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他之前是自民党的总干事 而且是自民党的强引鹰派 所以这么一个标杆性的人物在67岁 不幸英联早是被刺杀 所以这是非常震惊日本朝野 也震惊全球的一个大事 这个枪手实际上马上就被抓捕了 那我看到这个画面 他被刺杀的时候 那有两枪 第一枪打中他的时候 他就有点亮枪 但是看视频反复是他没事 实际上已经伤到了左肩 但是第二枪中枪的时候 他才倒下去 而这个发射出来的枪子 有很大的烟 所以现场的人 很多人刚开始以为是散弹枪 结果后来发现 根本就不是 是一个似乎是自制的手枪 因为它有这么大 是用黑胶布缠的两个黑管 自制的一个枪很明显 本来在报纸流传出说 是自制枪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 其实自制枪很容易 你可以到网上去购买 塑料的零部件 然后3D打印制造一个手枪 那我也知道 我也有认识的人在美国的 在网上购买了零部件 然后自己组装成一个手枪的 这个做法的话 在有的州是合法 有的州是不合法的 那总之 那消息刚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以为 这个自制手枪是这么做出来的 那实际上你看照片 你可以看见 它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跟真枪一模一样的 这个3D打印出来的手枪 所以是一个非常简陋的一个枪 而且这个41岁的叫 山上侧野的这个凶险 目前午夜 他之前还在日本海上的自卫队 工作了三年 他自己在调查中就公认说 他对安倍不满 但是我看到很多的评论 我看到很多网民的评论 目前还没有有名的评论员 说强诚首相的辞职一号 还是安倍金山的辞职一号 是左派的一个大阴谋什么的 我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出名的评论员这么说 但是网上有很多谣传 我看到各种各样的版本 就是说那这个是阴谋 俄乌战争是不是要提前结束了 他们搞掉了对俄国最强硬的英国首相强身 他们现在又做掉了安倍金山 也是一个日本防务的鹰派 因为从安倍到目前的首相岸田的话 都是表示要美日同盟 共同保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的 所以那很多人就说这是有阴谋的 那目前我没有看到正式的报道 或者有确读的证据显示这一点 但是呢这两件大事的接连发生 真的是让人感觉到三亿欲来丰满城 安倍金山在中了两枪之后 他被当场实施CPR 就是心肺复苏人工呼吸 并且迅速地送上了汽车 然后送上直升飞机去抢救 他在宋院的车上很有意思和呼吸 但是到医院之后 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心肺功能了 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所以实际上在宋院的途中就已经死亡了 医生说他是嗜血过多而亡的 这也是揭示了日本的安保的一个问题 在日本的话因为控枪非常的严密 所以每年的枪杀率只有个位数 那所以日本人对这个重要人物 政客的防备显然没有美国那么戒备 那我看到日本的安保专家就解释说 他说这个就造成了他们防卫的一个松懈 他们可能觉得枪支袭击这种事是非常稀少的 所以他们疏忽了 你可以看到这些助选的这些政客们 他们就在大街上跟大家握手交谈 他非常的近距离 那这个抢手在安倍晋三演讲的背后 根本就不远处 那他作案之后 他似乎都没有立即马上逃走 然后迅速地被特性人员制服 并且逮捕了 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扼玩痛惜的一个事件 安倍晋三之所以说 他是日本三四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不仅是因为他两度为相 还更重要的是他出生于政治世家 那他的爸爸是承认日本的官房长官的 这个安倍晋太郎 大家都知道官房长官的话 下一集就是总理了 因为官房长官相当于内阁的发言人 The Cabinet Secretary 所以像如果有首相有任何意外的话 如果没有副首相的话 这个官房长官实际上 就是相当于是副首相 如果首相有任何的意外 五天内不能够执政的话 那官房长官将会替代首相 作为日本的代理首相 所以安倍晋太郎的这个官位 就高至几乎首相级 还是副首相级别的 安倍的母亲呢 是日本最赫赫有名的 这个被称为昭和之妖的这个前首相 暗信介的独女 那暗信介大家可能都知道 那他之前是几乎被列为二战之后的这个战犯的 他和东条英姬一起 因为他当时被派驻为满洲国 那他是为满洲国的总务司司长 那他当时和日本的战犯 当时的关东军的这个总参谋长 东条英姬等人 那东条英姬被宣布为是战犯 最后被判处死刑了 他跟东条英姬等五人被称为满洲国武巨子 那之后他战败之后 他就回到了日本 回到日本呢就从政 然后当上了首相 他当时虽然被视为假计战犯 之所以被释放的一个原因 很多人解释 就说是跟亲美有关系 说他跟美国政府合作 所以美国政府就饶了他 那不管怎么说 他回到日本之后 他就开始从政 最后荣升到首相的位置 不仅如此 那他对日本有一个很重大的影响 就是他曾经跟美国的 艾森豪威尔将军 签订了美日安保条约 这就是确保了美国 对日本的一个保护 这也是美国和日本 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条约 那所以安倍晋三 其实是深受他的外祖父的影响 那他妻子是日本森永集团的大小姐 那他个人的成长 是跟他的外祖父 岸信介的这个 是一脉相成的 都是一派 所以安倍晋三这一系列的人 就被称为国粹主义者 或者是民族主义者 我们用的英文叫做nationalist 像川普 像印度的总理都被划归这此类 被称为国粹主义者 或者民族主义者 所以他的外祖父 岸信介对他的影响自身 然后岸信介又铺垫了 整个的美日的关系 岸信介实际上个人 跟台湾的关系也特别的密切 他跟蒋介石的关系特别好 他在1954年的时候 就跟蒋介石成立了一个反共联盟 然后他在当任首相之后 三个月就访问了台湾 并且跟蒋中正组织了一个日华合作委员会 那在1986年的时候 为了纪念蒋介石的百岁诞成 他牵头和日本的非常有影响力的政治巨头 还有工商巨头一起成立了一个蒋公宜德张显慧 当时可谓政要云集 安倍晋三也延续着他的外祖父的一个遗风 我个人这么认为 所以他跟台湾的关系也非常的好 他多次的在国际上力挺台湾 但他这样强硬的鹰派绝对是有后台的 因为他的弟弟也就是岸信夫 现在是日本的防卫大臣 所以那当然之所以说他一家三首相 不仅仅是因为岸信夫还有安倍晋三 他们家还出了一个首相 就是佐藤荣作 那大家觉得很奇怪 那说岸家族和这个安倍家族是两家 怎么佐藤一家也成了他们家的 其实岸信介本来是佐藤夫妇的孩子 岸信介的爸爸是佐藤秀柱 佐藤秀柱和佐藤茂氏就生了他这个儿子岸信介 那他佐藤家的孩子怎么生了一个岸信介呢 那因为佐藤的爸爸其实是入罪到佐藤家的 他原名是安秀柱 所以那柱柱之后他就改了他的姓 那他们的长子仍然姓佐藤 那次子姓介呢就被过继到了这个老公的家里 就姓岸信介 所以是取名岸信介 三子是佐藤荣作 那就姓佐藤 那这个佐藤荣作也当过日本的这个总理 所以他们家一家三总理 就是佐藤荣作 岸信介和安倍晋三 号称一家三宅相 就是这么一个政界的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关系 所以安倍家就是典型的日本的保守派 他们是亲美并且是力挺台湾的 他们不仅跟蒋介石 蒋家的私人关系很好 而且那他们多次挺台 像台湾的台湾花联地震 还有包括凤梨事件的时候 安倍晋三都拿着凤梨做推文去帮助台湾 那安倍也多次在演讲中说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也是美日同盟有事 他说台湾跟日本是有相同价值观的一个合作伙伴 所以他的遇事不仅引起日本民众的一个震动 而且引起了包括美国台湾中国等各方的巨大的关注和思考 那而且很巧合的是 安倍晋三享年67岁和他的父亲 安倍晋太郎患癌症死亡的年岁也是一样 那他的父亲也是67岁的时候患癌症不幸病逝的 这是今天的播报 我希望您喜欢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